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那么这节课呢 来开始我们这一系列课程的第15讲 在上节课里面呢 我们主要说明了这个消息推送的一个介绍 然后在这节课的话 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MQTT这样一个东西 那什么是MQTT呢 我们来这里来看一下 其实MQTT的话 它是一个消息对应列 谣测传输这样一个及时通讯的一个协议 然后它呢是非常有可能成为物联网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这个协议呢是支持所有的一个平台 它可以几乎可以把所有的这样一个联网物品和这个外部连接起来 那它主要是用来做什么呢 主要是用来当做这个传感器和这个制动器 这些东西的一些的一个通信协议 那和这个MQTT这个协议一对比 那这个MQTT它有什么一个特点呢 那这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呢是使用什么 是它的这个模式的话 它不是我们的这个推拉模式 它是采用了这个发布订阅这种消息模式 然后它是提供一对多的这样一个消息发布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能够可以解除应用程序的一个偶合 然后呢它是对负载内容的一个屏蔽的一个消息传输 第三个呢是使用TCP IP提供网络连接 这个就是说它们底层的协议其实和HCP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更适合于这样一个物联网这一块的一个应用 另外的话就物联网其实它还是比较有特点的 什么特点呢 一个是带宽小 二个呢是网络不稳定 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那针对这几个这几个问题的话 MQTT的一个特点里面就有以下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三种消息发布质量 这个呢就是为了应对我们的这个网络 网络差这样一个问题而处理出来的 而衍生的 这里呢在MQTT里面我们可以选择至多一次 就是说它只会发一次 不管成不成功它就只发一次 它就不管了 然后第二种呢是至少一次 就是说它可能会发多次 直到你这边一个响应已经确定收到之后 它才不会发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可能会出现重复 那这两个的话都是有一定的一个适合场景的 那么第三种的话就是只有一次 这个只有一次的意思是就说必须要成功一次 好第四个特点的话 而第五个特点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小型传输 我们使用HTTP协议的时候 我们会看得到有HTTP的一个headle还有body这些东西 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协议头 那在MQTT里面的话 它的这个头部长度只有两个字节 所以它这个协议的一个交换的话是很小的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网络的一个流量 这个呢是为了适应低宽带的一个环境 它最后一个特点的话就是说使用这个LastWell和Testament这个特性的话 通知这个异常中断的这些机制 这几个呢就是MQTT的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些特点 当然其他的一些很多细节的话 我们可以在真正的一个使用中再去慢慢的去体会 那我们这儿再看一下关于MQTT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站点 这里我们很明显 第一个就是说MQTT的这样一个官网 其实我们也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个网站应该是比较慢的 我们就稍微看他一下 然后第二个的话 其实是它的一个Saver端的一个程序 因为MQTT它仅仅是一个协议 既然如果是一个协议的话 那我们肯定需要有服务端和这个客户端来做 来实现这个协议 那么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做通信 所以呢关于它的一个服务端程序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址可以找到 当然客户端的话 其实也可以在这边进行找到 它作为一个协议的话 能够实现这个协议的一个语言的话 是很多种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服务端 也是非常多的 看服务端也是很多的 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服务端 然后呢我们就 服务端多 其实客户端的话更多 因为服务端可以 可以有有限的一种实现 但是客户端的话就必须要百花齐放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相当多的一个客户端 而且是支持很多语言的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使用漏的语言 漏的语言的这一块 看一下在哪 这儿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一块内容 好 除了这个客户端程序可以和服务端程序在哪找以外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在load中如何来使用 在这里的话 我们在之后的演示里面 我们会用到的两个东西的话 一个是这个叫Mosca 这个的话其实是load里面的这样一个mqtt的一个saver 是这个 当然我们对应的还有一个connect 叫mqtt-js 可以看一下 mqtt broker作为一个模块 然后这边是mqtt-connect 就是说在load.js和这个浏览器里面的这个mqtt的一个客户端 那这两个呢就是我们在之后的课程里面重点需要讲解的一个内容 好 这节课的话其实就是为了给大家 先简单 灌输一下这个mqtt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它能够做什么 然后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我们在下几课里面的话我们就开始真正的来学习 这个服务器的一个搭建 那这些课的内容的话就 先到这里我们下几课再见